旅遊 咱今天的日程可很緊湊 很充實 對 很想有機會也跟我們的 航船長 來個連線可以嗎 對 看看有沒有接 嗨 航船長 您好 黃老人好 我們現在在馬可波羅號 今天來了也幫忙打掃一下 把它恢復它的生命力 好 辛苦 那個學姐你們 發了這麼大的力量來 做這個情節工作 我也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當初為什麼會給它取名 浪蕩子 對 馬可波羅 所以一般的這種書記 都說馬可波羅是旅行家 確的 這個名字記得我記得就是說 沒入味 因為我們川海人的角度在 做這個款 後來我就把它改成說 浪蕩子 它就除了這個 浩蕩人的這種 精彩 出話 浩蕩的這種味道 很接地氣的名字 很逍遙 很純粹 像我們這種傳統浮傳的話 全身都是人文 隨便找一個地方來聊天 都會聊得去 感受到了 對 已經上千年的這種文化在它裡面 因為當年那個馬可波羅 他要送科科的工作回家 建州然後維尼時期 所以這疫情過後 我們一定要過維尼時期 西洋這種傳統古藏文化 然後跟國外交流一下 好 加油 我們來給 過銅鑼泥 對 一起來 兩岸 過銅鑼泥 來 大哥 加油 加油